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华人农历新年初十五是元宵节 强域也是印翼有竹同胞的大把生节 大家欢庆一堂 街道上好热闹 生虫佳节导致马路上车水马龙 虽然如此也交不息 来参与新春祝福的人潮 学家带卷共有七百二十多人出席 现场有推广数十近世的文章 招募新生主统回娘家 还有来自台湾科技大学团队 精灵就生灵的演绎 希望取发人人的善心 数十环保爱地球也爱众生 推广数十是蛮好的 然后大家吃了也健康 然后也不杀生 重点就是不杀生 然后环保 就是需要帮助更多这些需要的人 什么人都一样 现场各种各样的蔬食美食 当人唇言三尺 每一样蔬食都是志工们用新创意的蔬食 简单的蔬食也可以很美味 吃吃后让小朋友在发愿卡上发愿吃树 这巧妙的构思都是志少曾经经历过的心路历程 一开始我们觉得请大众吃食物是不错的一个建议 可是单单吃的可能还不够 因为少了一些他们行动的机会 从19年大概我五年纪的时候慢慢吃树到如今我已经是全树了 我只是通过发愿的方式时常警惕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个发愿的方法应该会见效 我是要鼓励小孩子在那个圣经馆上面取一个愿 然后就许愿他们要吃几天的出来达成这个愿望 来自威南县的一位民众在面子书上看见这项活动 带着孩子过海来参与也希望孩子能够加入人民学校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活动是很有意义 我本身是担心的我担心妈妈 所以我是更希望我的孩子可以更了解这些人文教育 然后让他从他的品德开始 只要品德好呢他们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小孩子 然后成长的过程也会做得比较幸福 民众使出连着进去的文展取够了锅包的香鸡面 和香鸡饭 让孩子到去学校或自己上班也可以食用 我就选这个香鸡面当成他们的早餐去学校吃 然后我们如果去旅行的话 我们也是会准备这些香鸡面香鸡饭比较方便 最主要是健康啦 因为我孩子喜欢吃青菜嘛 所以我自己会烫一些菜放下去而已喔 就可以带出去吃了嘛 包括我们做工也很方便啦 台上台湾科技大学团队精彩的表演 让观众看得入神 我们在节目中最期待的就是领取真言法师的福慧红包 也代表着真言法师对大家的一份爱与祝福 实际志工李慧芬带领了打香骨安心班的小孩子 来参与活动 跟孩子们分享福慧红包的来源 和福慧红包里的禁诗语 福慧红包是上人的祝福 里边都会有每一句的禁诗语 然后很不可思议的是每一次禁诗语都会可能 给自己的一个祝福跟叮咛 所以很珍贵 因为孩子第一次过来参加 也第一次拿到这个上人的红包 然后就给他们解释 因为每一个人拿到的禁诗语刚好都是不一样的 对他们可能生活上都是有提醒跟祝福 我们解释给他们听的话 他们会有更有印象跟知道说里面的含义 回答 jej 北京 天啊 平安 数百调和 社会好气啊 咳咳 结尚 万人 幸迹佛山欧生 福慧相思 新闻马来西亚冰城 真善美之宫综合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来 då 回去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